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tud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 这个应该没有说很困难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下面有一个切口 是72跟50宽的切口 它深度是6mm 有时候我们忘了这边 没有看到这边 结果整个把它除下去 这边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地方 它有挖一个 挖一个尺寸 这尺寸它没有标明 应该是10mm 但是它注意 它中心计是从向远算起来48 它没有正中 它的整个高度是90 它这个厚度是36mm 然后这个大眼 好像是30 也就是说直径60 里面这个是直径24 这边还有一个直辖槽 50 中心 中心点是50mm 然后宽度是22mm 厚度是25mm 那这个长宽是145mm 这边是72mm 175mm 厚度是25mm 这边是50mm 整个储寸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要从底座先做起来 底座做起来以后 然后在这边下颜的部分把它除掉掉 再来做上面的部分 我们将这个空间先把它隐藏起来 好 这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画出来的一个图形 你看一看 它这边就忘记了 没有弄好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其他的大概尺寸 我们先看一下 145mm 172mm 这边是50mm 22mm 这个是正确 这个高度也是25mm 还有这个边 是30mm 这边是30mm 然后这边是22mm 深度 10mm 这个直径60mm 里面这个直径是 20mm 24mm 深度 36mm 好 我们将这个空间先把它隐藏起来 我们重新再画一次 给大家看 一样 然后 从上机准面开始 我们先把它看起来 我们先把它看起来 一样 用几型攻击 一个智慧型尺寸 这个是 145mm 这边是72mm 这边是72mm 72mm 72mm 好 我们这个几型工具 先把它 嗯 夹心炒子 先画出来 好 它的宽度呢 哎 跑掉了 再画一次 从这里进来 拿出去 好 然后 智慧型尺寸 这边是 22mm 按 按 然后 这个地方是 50mm 按 按 然后 这个地方还有 一个 切口 在下面 哎呦 这个切口 不要让它在 不要让它在终点 删除 跑掉 一点点 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在哪里 72mm 这边是50mm 然后 然后72mm 对 这边是50mm 这边是72mm 这边是72mm 72mm 好 那 我们再看一次 高度25mm 好 我们先 让它先 涨压出来 涨压 涨压 25mm 25mm 好 选择人口 全部 好 往上升 涨 25mm OK 好 再来 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 从下基准面 草度 绘制 一样 用这个地方 参考图源 好 特征 出料 是 6mm 收剪人口 是这个部分 哎 这个没有剪 没有连起来吗 哦 怎么没有连在一起呢 好 这地方 让它 出料 选择这个地方 6mm 6mm Enter 我们再检查看看 它的尺寸正确不正确 72mm 对 OK 好 第三步 第三步 我们选择这个当基准面 选择草图绘制 一样 举行攻击 从下面 挖上去 好 这个 跟 这个 跟 这一线 公线对齐 注意 它的高度 离这边 是90mm 等等 中间也是 顺便把它画好 习惯 我习惯都是 顺便把它画起来 好 这个尺寸 它中心点的尺寸 比这边的尺寸 是48mm 好 然后这 外围是 60mm 60mm 里面这个是 里面是多少 24mm 里面是24mm 好 好 好 暂时换到这里 然后 这个中心点 跟中心点 垂直放置 好 我们先把它填料生长 好 36mm 我们选择 哪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 是 往这边生长 对 好 这样这个就出来了 再来就是 哎 再来一样 我们还是从这一面 开始炒图绘制 炒图绘制 用这个针当参考图园 参考图园 然后 再绘制 再绘制 因为在这边有一个宽度 是 是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好像是 22 然后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哎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28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哦 他这边是要求30 所以他这个 要特别注意 30上面是22 OK 所以我们这个尺寸 正确 我们再画一条直线 好 其他不要的把它修剪掉 这个不要了 好 尺寸再量一次 这边尺寸 这一条 下面 下面 他要30 34mm 好 这样整个 我们的图形 我们再检测一下 30 然后这个直径是 60 这边24 这边是48 22 OK 这样我们就把它除掉了 特征 除掉身上 因为他没有写尺寸 大概是 应该是10mm 来 我们现在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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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m 好 这样子整个图形 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跟他图形有没有一样 好 这边 6mm 50 72 145 50 25 来 我们检测一下 看一看 50 72 72 好 这边是145 高度25 然后这个切草 22 50 好 这个地方 30 22 深度10mm 这个地方 36 90 这边 中心减是48 好 这个小 直径是24 然后大直径是60 好 今天的图形 应该是正切无误 好 今天 我们的操作示范 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收看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 教学香肠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 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